已经讲到有关像刚刚讲的那个算数运算值 像是那个形态的转换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拖曳资源 比如说你要换行 换行就是在你的字串当中加反斜线N OK,它就换行 OK,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加双引号的话 你不能直接用双引号 因为双引号已经在程式里面被使用到了 所以你变形说你前面要加一个反斜线 反斜线双引号 那它就会帮你 print的时候会多双引号出来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今天的话接下来一样 所以我们云端里面 将来如果你要找相关之下 包含是安装环境 OK,解压都可以 那相关的那个 这个这个 讲义部分的话就在云端白板 那今天的话一样是在第二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 所以你打开之后的话 那可以看一下 上个礼拜这个讲到的相关的范例 其实基本上上面其实也有了 还有像是推字元 还有就是像那个算数运算值 那逻辑的部分的话 还有关系运算值 跟这个逻辑应算值 比如说呢 比较会有问题的大部分都是那个 比较左边跟右边是否一样的话 记得是两个等号 OK 不等于的话呢 记得加一个惊叹 等于不等于 那底下这些比较 应该比较没太特殊 比较特殊大概就这个 不等于 然后呢 那再来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又写了一个 这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年龄的一个 一个程式 就是到底他是成年 未成年 OK 那成年未成年的话呢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 你们如果要打开的话 一样嘛 到哪里呢 这个我已经打开了 因为他好像spider 还是会跑一下下 所以 你的 这个spider到底 跑的速度快慢 跟你的电脑很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假设 像我这东西 回去发现一打开的话 那个spider跑很久的话 那表示你可能要换电脑 因为 你的电脑 就是 就是 等级可能 可能不到那 但如果你不想换电脑 可以有几个方案 我上一会来讲 要不然你就把那个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加Rain的话 那你可能 是不是应该那个 吸引体可以再加一下 因为有些 那个电脑本身都有插槽嘛 你就要确定你那个插槽 的规格是正确 你买一个来插 OK 那或者是说呢 你的硬碟 如果是那种 传统硬碟 马达式的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固态硬碟 那跑这个应该会快一点 你也许就不需要再去换电脑 那打开之后的那个揽 揽人包的位置 我们记得 系列底下 有一个叫 python的384 那记得 从那个scripts 里面呢 找到那个叫spy3 的这个 这个执行档 这个执行档 点1xc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那因为我们这边环境 因为没有还原 所以直接打开 应该OK 不用再做重新的设定 那 如果你假设吧 你想要把这个环境搬回家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解压说这个环境搬回去 也是一样可以 你只要把它放一样 放C点底下 就不用改了 也OK啦 那这个环境的好处就是 它免安装 OK 所以你不需要做 任何安装的动作 也就书上第一章 里面讲的 那你就可以跳过了 OK 那打开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 叫spy的环境 OK 那我们上个礼拜 大概讲了 就是讲到 成年未成年的部分 所以 我把它放大 放大还记得吧 Ctrl加號 OK 大概就这一段程式 那这一段程式里面的话 就是两重逻辑 不是true 又false 当然如果说 我们今天希望 把它做个修改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逻辑改一下 改什么呢 如果 除了未成年之外 我希望把那个成年 再把它 区隔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也许是青年 比如说 18岁到30岁 也许是青年 那31岁到65岁 也许是壮年 那65岁以上是老年的话 那我这个地方呢 我该如何修改这个逻辑的程式 让它可以变成我要输出的结果 那这里的话 我跟魏讲 其实如果 应该上个礼拜的东西 上个礼拜的东西 你只要把它打开 接着就可以写了 OK 应该就打开了吧 OK 应该不困难吧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写程式有的时候 应该就是 需要弄一个简单的环境 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太复杂了 不然的话 你光要 开头 开始写程式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那当然你就会觉得 这是苦差事 你也就不想要动手了 尽量越简单越好 所以我上一边有提到嘛 像VBA VBA很简单嘛 打开那个Excel嘛 Excel里面开发人 你就可以写程式了嘛 所以你要解决问题很快嘛 也不用说 这别做什么动作 对不对 所以 程式 尽量还是 简单 然后呢 能够尽可能的跟你的工作 因为你简单开启 你就比较有机会用在工作上 OK 你就不用花太多力气 不然如果像那个书上 第一个章节讲的 你用那个方法 你光做完你就已经 根本不想用了嘛 因为太麻烦了吧 你要装一大多东西 而且 有些公司电脑上 也不允许你装那些东西了 所以你第一步 你就已经卡关了 你后面根本就 不可能再接下去 好 那所以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上个礼拜部分 把它先开起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把那个量从逻辑 变成那个多重的逻辑 多重逻辑的话就是 把它再加上那个 青年壮年老年 或者你可以修改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 未来呢 也类似像工作里面有很多地方 是要 你做一些逻辑性的判断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这个逻辑 这个结构把它撰写出来 OK 那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环境先开起来 那待会我们再接下来看 这个的话呢 其实你们可以从云端摆板上面看到 现在已经第六页 所以答案在这里 本来在第五页这个 成年未成年 OK 那你如果上个礼拜 假如说你没有存到档 没关系 你可以开一个什么 18个开起来之后 开一个新的 新的module 新的模组 然后把它贴上去也可以 然后再修改 也是OK的 只是说尽量还是把它存起来 那上个礼拜的这个年龄部分 那要修改部分的话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成年的部分 因为有三个嘛 那其实呢 我们假设要 总共三个怎么三分 这类似哦 记得一个技巧之后 以后你可以怎么 拿第一个 把它做修改好了 Ctrl C 你拿这个复制贴到底下 然后呢 很简单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 if前面怎么样 因为呢 一个逻辑判断里面 不能够有两个 一样 不能有两个if 所以如果你第二个逻辑的话 有点有点像这个 是首先 这是1嘛 这是2 2的话呢 就是前面要加什么 加一个el就可以了 加一个el OK 所以之后的话就是el if al if OK 那后面的话就给他逻辑 逻辑是什么 当然这个地方 第二个逻辑是青年 青年的话是 他必须大于等于 方向等于哦 18岁 而且 他怎么样呢 要小于等于30岁 OK 那我们的逻辑怎么下呢 当然你这个地方就可以 拿这个来改好了 他第一个什么 就变成方向要颠倒 就变成方向要颠倒 本来小于对不对 把它改成什么 大于 大于等于 有没有 18 而且的话空一格 他其实叙述其实蛮 蛮口语的 而且 再打个and and 这边的什么呢 h 这个变数 它要是小于等于30 OK 这样OK了 所以这个逻辑 就会 刚好切到是18到30 当然你想说 可不可以改成小于31呢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结果一模一样啊 没怎么差 所以有时候 逻辑大家想的不一样 习惯不一样的时候 写出来程式也会不一样 OK 所以特别注意啊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 大家习惯 我是习惯写成这样 如果你习惯写 你就写这样 你不要 一下写这样 一下写那样 最好是有一个 一致性的写法 OK 比较不会写错 OK 你就习惯 你找一个 你觉得比较习惯 不会写错的方式 就是好方法 OK 好 那所以啊 如果 L1 如果它是大一点18 而且 小于等于30 表示说 18到30岁 那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改一下 而且这边把它改成青年 OK 然后再来的话 壮年 那壮年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哦 底下 如果说你要再加一个壮年的话 其实层次哦 我的习惯是不会重新再打过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再来后面的都是AOIF 然后什么什么 所以我的习惯是把这两行Ctrl C 然后直接再到第五行的这个后面Enter一下 但是你要再贴上的时候记得把这个游标移到就backspace移到前面 把它贴上 贴到这一阶就对了 你不要贴错一阶当然程式就错 然后再来就撞 撞年的话就是什么 31岁到65岁 那你可以说 大于等于什么 这边改什么 31 OK 那一样啦 你也可以把大于 如果没有等于的话 那就30嘛 OK 如果等于的话就包含 包含31好了 31岁到65岁 等于小于等于65 那这边的话就把它改成叫撞年 OK 那剩下来的话 那就是老年的 所以其实 你后面大家也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再贴 再改老年 那大家也可以啦 只是说呢 你可以 假设你要写的简单一点的话 那你直接什么 else除此之外剩下来的 那就是老年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把它输了一个老就可以了 好 程式就写完了 那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我else这边可不可以用l语符来表示 那也是可以啊 比如说l语符 然后h大于65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问题是 写出来 感觉好像比较什么 多写了很多东西 那 反而就不是很很 就程式尽量越清爽越好 OK 所以如果可以不需要写 那可以写简单一点的话 那你就写这样子吧 OK 除此之外 OK 那就老年 那我们大概可以测试一下 执行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输入年 年龄假设 我这边把它Ctrl加 放大一下 那如果输入 64岁 那就是什么 壮年 那应该没问题 因为它跑这边不是 跑这边再下一个 再下 这个ok了 有点像是那个什么 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关 有没有 有点像那个什么 像水果有没有 有大有小嘛 那为什么它大的就 卖比较便宜 如果你们去买 买菜的话 橘子小颗比较便宜 大颗比较贵 ok 其实吃起来好像没什么太差 它小的要酸一点 它就是用机器去分嘛 有点像这种东西一样 ok 筛选一下 那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 那 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你看到另外一种写法 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我们这种写法 我把它注解 注解Ctrl1 前面加个紧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另外一种写法 假设我希望把这一行注解掉 我可以在 这个的前面加一个什么 警示号 表示这一行 你会不会变灰色 那我要另外写一个方法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我教各位一个 快速键Ctrl按住加一个1 Ctrl1也可以 Ctrl1是这一行注解掉 那另外一种写法 这个也是 蛮常看到的 如果你下次看到 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把h放中间 然后呢 它什么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18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18 小于等于 有没有 这样的写法 诶 有没有 那当然相对的 比较清爽 有没有 就是18 小于等于h 小于等于30 那实际上它就等同于上面的这个叙述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这样的写法吧 两个写法都可以哦 只是说呢 看每个人习惯了 那下面的写法虽然比较精简 可是我自己的习惯 当然上面的写法比较接近口语的叙述 所以我还是比较习惯写上面的写法 但是之前有同学有问到 老师为什么很多人都写下面的写法 那你写下面的写法也可以 ok 只是说呢 你自己要看的时候 你要能够很 很直觉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逻辑到底表达了什么了 ok如果你自己看都觉得很吃力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写上面的 我觉得上面好像比较什么 比较符合那个口语的叙述 所以这两种方式也许你们都可以试试看 那执行起来的结果也会完全一模一样 不会有问题的 只是下面的写法看起来比较精简 但是相对的我自己是不习惯 如果不习惯的话 那当然尽量就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来写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稍微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两重逻辑 就是未成年跟成年改成多重逻辑 那以后的话 如果你在现在有四个逻辑判断 那如果你要五个的话 你反正就是一直LF下去 一直LF下去 那它就可以帮你做再更多条件的这个筛选 那试试看 那另外还有就是尽量还是直觉 就是你要是第一个条件 而且第二个条件都为True的时候 才为True的话 那就是中间加一个End就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怎么样 把H放中间 然后前面是小于等于18 后面是大于等于30 来写这样其实也可以的 试试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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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